2022年111 8月9号农历7月12 我们又过一日安居 今日呢进入到我们安居的最后第三天 大海呀大海 你的名字叫包容 你的名字叫清静 你的名字就叫大爱 虚空啊虚空 你如此的宽大明亮 大地呀大地 如此的平淡 如此的平等 每一个人类自己 为每一个当下尽心尽力 负责任 身为佛陀 佛在华夏文明的文字就叫觉知觉醒 这个智体身为台湾之光的所有最平等的这个灵性 我们将左手的手掌心轻轻的握拳放开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中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劳工穴 我们的无名指这个就是少府穴一个积极付出从每一天点点滴滴当中透过我们的右手写出一个佛字 生命如此的灿烂 懂得 透过我们的手心 学着 学着 太平洋 海 虚空 光明 大地之母的平等 运用在日常生活 你越积极 你所得到的是来去自如的灵魂 所有的灵魂 每一天重复 简单 在内心里面 所呈现的是如此的心静 智慧最重要带来更多的内在的平安 真正的喜乐 这就是为什么身为佛觉知觉醒的七众弟子当中 大众都能够相往 更积极的寻找这一条 能够清净智慧 平安喜乐的这一条康庄大道 您看到这影片 你是一个灵性 也就是我们自己大脑的边缘系统 情绪的真主人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情绪是来自于 大自然的海洋 虚空 大地 只有并持着无师 奉献积极的 去为人付出 得到内心真正的清净智慧 平安喜乐 这就是我们安居最实质的含义 唤醒人类自己 人人本具主的圣洁 纯净柔软 千的相信 只要是台湾所有的每一个人来到东海岸 看到千变万化的整个太平洋 如此的美丽 它的名字 就叫做自然 也祈愿今日 从大自然取决于 无限的海底保障 无限的宽广 虚空的千变万化 完全都在我们这颗心 大地的平等 祝福将宇宙最好的礼物 奉献给您 看到影片 跟着我们一同遨游 来去自如的灵魂 回到不生不灭的灵性 找到真正的父母亲 一切以感恩的心 感恩此刻您看到 这影片的 您就是这一个 属于最幸运 最幸福的人儿了 富贵的您 随时都有贵人帮助你 来去自如 这就是我们这次来地球 成为一个最幸运的孩儿了 一切如此圆满